新北市議員陳柯明在新莊棒球場售票口廣場 舉行了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特地前往新莊參加這場成立大會 來為陳柯明站台發聲 民進大家拼建制、拼奉利 所以拜託大家 支持家庭可以動選 我們自己進一步 讓柯明他可以連任 大家並肩作戰 來新北都安心了好嗎 陳柯明表示 不確戰、不逃避、不落跑 是他一貫堅持的原則 尤其看到鄉親們的熱情相挺 更是讓他前進一會 為民打拼的最大動力 這邊的選舉 柯明不確戰、不逃避、不落跑 這是柯明博物團隊的總計 就是我們的博物絕對要認真打拼 為我們大家來服務 這次陳柯明無黨籍身份參選 雖然面對金具的挑戰 但是陳議員要感謝新莊鄉親 風雨無足道場相挺 他相信只要有鄉親的繼續支持 陳柯明就可以為本土力量贏得關鍵一席 這次柯明不動這樣來選 我知道頭前的路很難走 不過我的勇敢向前走 當然在這裡我很感動的是 大家怕你無受到恐怖 我看到這兩三千尾的所有鄉親 站出來支持陳柯明 我會趕緊加工努力到11月2日 柯明的動算 就是在做我們新增鄉親 所有事大大家的共同的動算 這樣大家還有好嗎 好 陳柯明 即使天后不佳 陳柯明感謝超過三千位鄉庭的新莊鄉親 道場全力聲援他 只要有大家的熱情鄉庭 將陳柯明送進議會 繼續和市民奏會一起為新莊建設 努力來打拼 記者黃又賢新莊報導